1186前景檢體和390比 二選一應該怎樣選擇? 麻煩你 那你之前也推介過 沒錯 那我應該去年年尾的時候 都推介過 今年在頭兩個月 OK的 叫做跑贏大使 但是在二月打後 都見到那個股價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調整 那落回去這些價位 我覺得無論390也好 1186也好 基本上現在的PE 就再次回到一個兩倍幾十三倍的水平 都叫做是有吸引力的 如果你問我兩隻裡面選擇 我就不懂怎樣選擇 因為基本上兩隻那個股份的走勢 大部分時間都很一致 就算你可能短期有一隻 就是跑贏了一些 那另外之後那隻 都會追回落後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隻股份 其實就不需要太關心選擇哪隻 我覺得你隨便選一隻 如果你說接下來整個板塊移動的話 那這兩隻都一定是會跟著的 還有我相信就是升 或者跌的幅度呢 都會是很接近的 好啊 那麼我們